大家好,欢迎收听真情故事会。 晚上十二点,我忙完一天的工作,舒服地伸了个懒腰。 这次出差任务搞定后,我就完成了今年的出差份额。 到时候就有时间多陪陪儿子了。 想到儿子,我下意识地打开微信。 老公每天都会发点儿子的照片给我看, 但今天却是一条信息都没有。 我压下心中的疑惑,手指一点,看见了公公的朋友圈。 只一眼,我目自欲裂。 发布时间是一小时前。 照片里,小小的儿子无助地跪在鱼里, 双眼通红,脸上全是水。 公公配文,发烧不是借口, 老赵家的基因,满分只是起点, 少一分就跪一个小时。 儿子前两天发烧,带病考试。 现在病还未痊愈,就被罚跪鱼里。 别说八岁的孩子, 就算是大人也遭不住这个罪啊。 我赶忙给老公打电话。 八个未接之后, 听筒里传来他最熏熏的声音。 老婆,神,什么事啊? 我连声质问, 你在哪儿? 这个点还不回家。 乐乐被爸罚跪在鱼里, 你快回去劝一下, 他还生着病呢。 老公打了个酒格, 虽然隔着听筒, 但我仍然忍不住捂住鼻子。 哎,我还以为多, 多大的事呢? 爸有,有分寸, 他可是教, 教育专家, 王哥, 别, 别走啊。 说爸就挂了电话, 这个罪鬼是指望不上了, 我又给公公打电话, 他直接挂断。 正待我继续打时, 物业给我发了一个视频。 看完后, 我心脏紧缩, 脑子一片空白。 待反应过来时, 我已经在回程的高速上, 暴雨如泼水般砸在车窗上, 我心急如焚, 脑子里一遍遍闪过视频画面。 乐乐在雨里跪着, 公公穿着雨衣在旁训化, 时不时还用叫边抽他一下。 他抽抽大大的哭着, 边哭边背书, 背着背着忽然就倒地。 而公公见他倒地后更为愤怒, 说他装可怜, 甚至还用脚踢他。 围观的保安们看不下去了, 几个人推嗓着上前劝阻。 公公插着腰骂他们多管闲事。 保安将乐乐扶起来时, 才发现他满脸通红, 已经烧得晕了过去, 众人七手八脚帮着打120。 公公还力声阻拦, 说天将将大任于私人也。 最后有人怒骂说, 再拖下去就是故意虐待了, 公公才善善地闭嘴。 物业说, 孩子我们帮忙, 送到了第一医院。 医生说, 差点就烧成重症肺炎了。 你公公骂我们自作主张, 压根不来医院。 你老公电话不接, 微信不回, 我们正想给你打呢。 我紧紧握着方向盘, 眼睛发色。 公公自诩教育专家。 他前半生的高光之处 在于养出了老公, 这个九八五。 后半生则在村里啥事不干, 每天逮着人吹牛。 欲不拙不成气, 棍棒教育永不落实, 要不成祖能这么优秀? 我们老赵家的基因就是牛。 百家姓你懂吗? 那百家姓上, 赵, 台位第一。 我唯一遗憾的是 成祖谈对象时, 没给他把关, 否则也不会让他 跟个二本的好上。 二本, 那都是智商有缺的人, 好在私情最后 考了个研究生, 勉勉强强跟我家门当户对。 成祖, 我老公, 公共嘴里优秀的九八五。 私情, 我本人, 勉强配得上他老赵家的 二本研究生。 原本我们井水不犯河水, 他在村里再怎么唠叨 也爱不着我。 直到乐乐期末考试 得了九十六分, 公共知道后 连夜坐高铁杀了上来, 声称下一代 不能毁在我手里, 二本就是二本, 连孩子都教不好。 我嗤之以鼻, 公共自己只是小学毕业, 凭啥就看不起二本呢? 况且, 我的孩子我知道。 只是一次考试而已, 能说明什么呢? 何况, 九十六分也不低。 于是我旗帜鲜明地 反对公共插手乐乐的教育。 老公却劝我, 爸有经验, 他交出了我这个九八五, 你就放心吧。 况且, 你最近的项目要频繁出差, 我应酬又多, 让爸来管管乐乐, 帮你搭把手也好。 物质条件 对孩子的成长也很重要, 想到丰厚的项目奖励, 我略一思索, 就答应了。 这一决定, 让我想起来, 就想抽自己一巴掌。 是我一时的侥幸, 让乐乐承受了他这个年龄, 不该有的打压。 高压之下, 原本活泼开朗的儿子变得自卑怯懦, 成绩不尽反退。 我出差在外, 老公每天的汇报也都是好好好, 而我忙于工作, 竟粗心大意到看不出乐乐写作业时, 他眼底流露出的巨异。 想到这些, 我的眼泪又不受控制地啪哒啪哒往下掉。 等我赶到医院时, 已是第二天早上。 儿子在病床上睡着了, 他嘴上套着吸氧机, 小小的手臂上缠着针管。 只一眼, 我的心一抽一抽得疼, 老公拎着盒饭进来递给我。 我在食堂打了点饭, 你先吃点儿, 我没接。 只是沉默地看着他, 他挠挠头, 开始宽慰我。 你别太担心了, 医生说住院十天就好了。 小孩子底涂抗力弱, 别想太多。 再说了, 我小时候也经常在雨里跪到高烧, 我爸压根都没送医院。 我擦掉眼泪, 打断他的喋喋不休。 物业的视频你也看了吧, 你爸凭什么对他又踢又打? 他这是虐待你知道吗? 这两天你就送爸回家吧, 以后乐乐我自己管。 老公定定地看着我, 我毫不退缩地指示他, 他忍不住先移开眼神。 私情, 这点是不至于呀。 再说了, 也是乐乐自己身体素质不行, 随便淋个雨就进了医院。 我爸这点其实没错, 得让乐乐深刻认识到退步的代价, 下次才能考好。 他嘴巴还在不停地巴巴, 乐乐长到八岁, 几乎很少生病, 周围一圈朋友都说他身体好。 在公共的批判下, 乐乐本就惊惧交加, 加上感冒未欲又淋雨, 就这么硬生生地被搓磨地住了院。 要不是好心的物业及时送医, 后果简直不敢想。 这些赵承祖都知道, 但他压根没当回事, 不仅如此, 他还在为公共找步。 不顾事实, 颠倒黑白, 我心下失望, 低头不语。 他顿了一下, 再说, 你经常出差, 我又要应酬, 爸在这能帮忙管一下乐乐地学习, 也减轻我们的负担呀。 大不了我回去提醒一下, 让他以后管教的方式再温和一点。 咱以前对乐乐太过浇惯, 这才导致他承受能力差。 男子汉大丈夫, 不吃点苦怎么行, 就得从小培养。 说到最后他声音越来越大。 我深吸一口气, 忍着一巴掌扇飞他的冲动, 以后我不出差了, 我平静地看着他, 我跟公司申请了转岗, 以后我做内勤。 他输得一下站起来, 原地走了两圈, 手指颤抖地指着我, 你。 而后叹了口气, 直接蹲在地上, 抓着我的手臂。 你怎么这么冲动啊? 这么大的事, 也不跟我商量一下。 外勤工资是内勤的三倍, 只是需要多出差而已, 这笔账是个人都会算, 你糊涂啊。 到时候全靠我那点薪资, 咱家生活水平, 那不得断崖是下降吗? 现在他知道自己薪资低了, 平时他对于自己这个体制内的身份, 可是趾高气扬的。 即使只是个合同工, 那也是工价范。 比我这个朝不保夕的私企强多了, 贴见病房外那一抹熟悉的身影, 我笑着温柔开口, 老公, 以前我为了自己那点失业心, 不顾家庭, 现在我知道错了。 以后我主内, 让你专心打拼, 你肯定大有可为, 毕竟你是九八五。 赵承祖惊讶地瞪大眼, 许是我的表情太过于真挚, 一时之间他反倒搞不清 我是否在反讽。 紧接着公共的声音从门口传来, 你媳妇说得没错, 你就放心出去闯, 家里有我呢。 赵承祖的脸瞬间黑了, 与公共的狂妄无知不同, 工作十几年的赵承祖很清楚, 学历与能力相比, 市场明显更看重的是能力。 是他不想闯吗? 明显是闯不动, 也只有公共这种老顽固, 才会动不动地在家搞学历歧视。 为了家庭和谐, 我不与公共争辩, 跟我过日子的又不是他, 我没必要做这些口舌之争, 但不代表我认同他的那一套。 在高速上连夜奔驰时, 我就已经下定了决心。 既然他这么爱当教育专家, 以自己的九八五儿子为好, 那他就继续教他儿子好了。 我的乐乐绝不能再延续这种自大傲慢的品质。 至于赵承祖, 既然他这么感恩怀念公共从前的教导, 那就给机会让他再好好感受一下, 希望到时候他承受能力别那么差。 说话间,乐乐醒了。 看到公共夺不进来, 乐乐明显地色缩了一下, 眼里是来不及掩饰的惊恐。 我心疼地拍拍他的手安抚。 他虚弱地叫了声, 妈妈。 然后忍不住开始抽气。 公公背着手,皱着眉就驯化。 哭什么哭? 考得不好,还有脸哭。 眉一点男子气概, 发个烧都这么兴师动众。 我起身推着赵承祖。 乐乐这边有我就行, 你带爸去吃个饭吧, 这都过饭点了。 说完不容置疑地推着他们往外走。 公公很不满, 自己被打断, 但想着吃饭也就半推半就地去了。 眼见着他们走出病房, 乐乐明显地松了口气, 她委屈地看着我。 妈妈。 我一声声硬着她, 心疼得不行。 乐乐平时是个小画牢, 要不是委屈狠了, 怎么只会一遍遍喊妈呢? 我俯着她的头, 放心吧, 接下来, 妈妈帮你出气。 谁也别想通过打压乐乐, 来获得上位者的掌控感。 在我的精心照顾下, 乐乐很快就出院了。 刚到家, 公公就迫不及待地将她拽进书房。 住院这么多天, 功课可落下不少, 咱得争分夺秒地补回来。 乐乐祈求地看着我。 公公不乐意了, 大手趴地一下打在乐乐背上, 眼睛却看着我。 看什么看? 看谁都没用, 快把这套卷子做了。 乐乐小声地叫了一声疼。 我忍下心疼, 笑着对乐乐说, 乖, 我们是得把功课补回来。 公公文言把头抬得高高的, 乐乐眼巴巴地看着我, 一步三回头地走了。 公公冷哼了一声, 就要关上书房的门。 我抵住门, 温和地说, 爸, 我出差了五个月, 一直都没机会观摩你的辅导方式, 现在有了机会, 就让我和成祖也一起学习学习。 公公最喜欢别人夸他教育友方。 文言他一喜, 矜持地对我说, 看也可以, 但不能干扰, 能做到就跟我进来, 不能做到别怪我连你们一起收拾。 我缓缓点头, 赵承祖咽下了原本要拒绝的话, 硬着头皮跟我一起走进了书房。 近距离的围观后, 我才直观地感受到, 我的乐乐承受了多大的压力。 他写作业时, 公公就背着手站在身后一直盯着, 只要他稍微犹豫, 公公就开始训斥。 教鞭冷不丁啪的一声打在桌上, 快点往下写啊, 是什么高深的问题吗, 要想这么久? 又是啪的一声打在桌上, 你是猪脑子吗? 反应这么慢, 下次再这样我打的就不是桌子了。 会就会, 不会就不会, 犹犹豫豫地想干啥。 乐乐吓得哆嗦了一下, 可是还没完, 接着公公一把拿起他的作业本。 这题你确定写对了? 你看看你这字, 一点都不大气, 好好写。 这种高频的干扰和强压下, 哪个小孩能专心思考呢? 我看了看赵成祖, 想知道他做何感想。 一看之下我就气笑了, 他戴了个耳机, 正沉浸是玩游戏。 也是, 正因为他的不作为, 公公才能在这装腔做事。 在公公又一次要训斥时, 我抢先开口。 爸, 要不让乐乐先做完, 你再检查。 公公不满地白了我一眼, 等他做错了再检查, 有什么用? 错误的思路都印在他脑子里了, 就得在他写的时候进行校正。 我皱了皱眉。 把做错的题目寄到错题集里, 经常复习, 慢慢吃透就好了。 老师也是这么建议的, 公公用教编点着我, 一脸不屑。 二本就是二本, 思想境界就跟不上。 做错题目是什么光彩的事? 还要搞个错题集, 生怕别人不知道你错得多, 对吧? 怪不着乐乐会拿不到满分, 我就说我老赵家的基因 怎么可能这么差, 原来从根上就错了。 他嘖嘖了几声, 还好我来了, 为时不晚, 我能帮着纠正过来。 我气得搜得一下站起来, 原本沉浸式玩游戏的赵成组, 健壮马上跟着起身, 挡在我面前。 私情, 冷静, 冷静啊! 罢有他的教育方式, 我们不要干预。 我咬着牙, 强压忧下心头生疼的怒火。 赵成组, 你也认同这种教育方式。 赵成组挠挠头, 不以为意。 我小时候就是这么过来的, 要不是我爸教导有方, 我现在还在村里种地呢。 哪能考上九八五? 你要是很不下心可以不看, 放心吧。 儿子没你想得那么脆弱。 有了赵成组的肯定, 公公越发得意地看着我, 慈母多伴。 他示威一样用叫边点着乐乐的头, 愣着干嘛? 快点血, 错一提就没饭吃。 乐乐憋着泪撇着嘴, 眼见就要哭出来, 手指哆哆嗦嗦地压根就握不住笔。 公公正要继续训斥时, 门铃响了。 他皱眉, 谁呀? 这个点上门。 我垂眸, 终于来了。 我妈拎着保温瓶来了。 进门就直冲书房, 一口一个乖孙受苦了, 快看看外婆给带啥好吃的来了。 乐乐雀跃一声, 扑到我妈怀里。 公公皱了皱眉, 手里叫边点个不停, 正想开口教训乐乐。 我妈先一步说话, 乐乐的东西都收拾好了吧? 我晚点还有事, 得马上走。 我点头, 然后迅速从房间拖出行李箱, 我妈一手行李箱, 一手牵着乐乐就要往外走。 公公猛了, 赵承祖也猛了, 他用眼神问我怎么回事。 我洋装看不见, 眼见我妈就要出门, 赵承祖在公公不满的目光中开口。 妈, 你这是要干嘛? 乐乐还要赶功课呢? 这段时间他落下了很多, 我妈称怪地看着我。 思晴, 你还没跟他们说? 公公和赵承祖一同看向我, 我拍了下脑袋, 恍然大悟般开口。 哦哦哦, 瞧我这记性, 忘记说了。 是这样的, 爸, 承祖这几年一直在考编, 辅导课也报了不少, 可是每年的分数都差点意思。 思来想去, 我觉得他什么都不缺, 就缺个资深的老师鞭策。 你曾经托举他上了985, 这回也一定能助力他上岸。 赵承祖没有正式的编制, 工作十几年还是个合同工, 这是他的执念。 也是公公的心病, 985吹了十几年也腻了。 赵承祖没个正编, 让公公在村里吃席都做不到主桌。 这让公公很没面子, 他比谁都着急, 每年都转发很多备考文章。 只是, 人到中年的赵承祖 已经不像小时候那么好掌控了。 他表面上附和说, 爸你说得对, 背地里该咋干咋干。 公公看着干着急, 他缺少一个机会, 一个再次证明父亲权威的机会。 现在, 我把这个机会亲手递给他。 果然, 公公听完眼睛一亮, 但他仍然坚持拒绝。 我老了, 哪还能指导成祖啊? 我也就能叫叫乐乐。 赵承祖点头附和, 公公脸色微变。 我轻轻一笑, 继续奉承他。 爸,你谦虚了, 你保到未老, 最近咱家的工作重点, 这就是紧盯承祖的考试。 一切都得为这个工作让步, 所以乐乐就让他外婆先带走, 不能分散你的精力。 公公满意点头, 教一个试教, 教两个也是教, 乐乐不用送走的。 再说了, 亲家母也没有交出九八五的经验呀。 我妈翻了个白眼, 是是是, 我是比不上你, 这点是说了二十年都不腻, 能不能说点别的? 乐乐, 快点穿鞋走了。 公公气了个倒痒, 赵承祖还在震惊中, 他想反驳, 奈何没人听他说? 等他回过神时, 我已将他的备考资料 整齐地摆在书房。 时隔二十多年, 他将再一次感受 什么叫父爱如山。 仅一个晚上, 赵承祖就崩溃了。 公公从他的坐姿到握笔姿事 再到解题速度 进行了全方位的挑刺。 这么简单的题 怎么做了这么久? 你是不是存心气我? 十分钟过去了你, 就写了一句话, 还都狗屁不通。 给我背, 背不出来, 我今天弄死你。 赵承祖的火气也上来了, 他的脸仗成猪肝色。 爸, 你等我写完再看行不行? 公公恨铁不成钢, 等你做错了再检查, 有什么用? 错误的思路 都印在脑子里了, 就得在你写的时候进行校正。 赵承祖破防了。 现在谁还没有个错题集呀? 公公瞪大眼睛, 做错题目是什么光彩的事? 还要搞个错题集, 生怕别人不知道你错得多对吧? 怪不得你这么多年都考不上, 你这个学习的方法就不对。 我以前都白教你了对吧? 哎呀! 怪我, 要是我能早点来, 你这会说不定都能升上富处了。 我适时给公公端茶倒水, 霸你喝口水, 消消气。 老公, 你能认真点吗? 爸这么大岁数了, 还要操心你的考试。 公公拍着胸口顺气, 赵承祖红着眼吼我。 王思晴, 你别跟着添乱了。 我委委屈屈地看着公公。 爸, 你看他。 啪的一声, 叫边抽在了赵承祖的背上, 公公大声说, 吼什么吼? 你什么态度? 今年再考不上你就别回村了。 我丢不起那人。 瞪你媳妇干啥? 你当我不知道你是在瞪我。 在瞪把你眼珠子抠下来。 进入教育专家角色的公公, 神党杀神佛党杀佛。 教编又一次狠狠打在赵承祖辈上, 他忍不住地哆嗦了一下。 谢, 快给我写。 通宵也得给我写完。 我冷眼旁观。 这才哪到哪? 就受不了了。 八岁的乐乐是怎么挺过这半年的? 我是被阵阵拍门声吵醒的, 中间夹杂着公共中气十足的声音。 城组五点了, 该起来学习了。 赵城组咒骂一声, 捂着头翻个身继续睡。 我飞快套上衣服打开房门。 公公握着手臂粗的擀面杖, 大踏步走进来, 毫不留情一棒子打在赵城组身上。 啪, 听声音就知道打得很实在。 赵城组熬的一声窜起来, 他捂着腰大声喊, 爸, 你消停点行吗? 我昨晚两点才睡, 现在才五点, 我七点还得去上班。 公公插着腰, 那你还不赶紧起来学习, 留给你的时间不多了。 赵城组跪在床上, 哀嚎着, 爸, 我三十四了, 我知道该怎么安排自己的学习, 你别添乱好吗? 公公不为所动, 你知道个屁, 你要是知道, 怎么会考不过? 你现在知道自己三十四岁了, 那你应该也知道, 今年是你最后的机会了, 你还敢这么懈怠? 你怎么好意思睡觉的呀? 你还睡得着觉? 公公扬起赶面杖, 做事又要开打。 赵城组张大了嘴, 最终, 他顶着鸡窝头, 继续去书房奋战了。 我反锁了门, 继续睡觉。 三天后, 赵城组跟我商量, 我想明天就把爸 送回村里。 嘲讽, 羞辱, 体罚, 以辅导为名, 将人的自尊狠狠地踩在脚下。 这就是公共的教育理念, 这就是赵城组引以为豪的回忆。 三天, 一个心智成熟的, 被社会反复毒打过的中年人, 在这种打压式教育下, 也仅仅能坚持三天。 他就眼睁睁看着八岁的乐乐挺了半年。 现在他受不了了, 他想把公共送走。 想得美, 我惊讶地看着他。 为什么? 因为公共对你太严厉。 可你小时候就是这么过来的呀, 要不是公共教导有方, 你现在还在村里种地呢, 哪能考上九八五? 放心吧, 爸肯定能辅导你考边上岸的, 他有经验。 赵城组愣正地看着我, 我平静地跟他对视, 这些话可都是他曾经说过的。 良久, 他轻轻一笑, 而后越来越大声。 最后, 他输了口气, 笑着用手点我。 好样的王思晴, 搁着等着我呢? 这一切都是你故意的对吧? 就为了给乐乐出气。 行了, 我原谅你爱子之心下的小小任性, 可我跟乐乐不一样, 我是个有独立思考能力的成年人。 爸的那一套, 对我来说已经行不通了。 乐乐还小, 正是培养坚韧品格的时候, 他若是连这点打压都受不了, 以后在社会要怎么适应。 你看, 赵成祖跟公公一样, 都是傲慢的普信男。 我捂着嘴, 小声地说, 老公,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你是对公公的教育方式不满吗? 赵成祖笑累了, 他摇着头说, 别装了, 爸出去溜达了。 明天我就送爸回村里, 等我考完试再把他接过来, 让他继续辅导乐乐。 你心太软了, 乐乐在你手里成不了财的。 你就安心继续做外勤, 给咱家多挣点钱, 大后方由我和爸爸控。 这次回应他的, 是公公的怒吼。 赵成祖, 你翅膀硬了, 敢质疑起我来了? 你要不要脸, 一个男人, 在什么大后方? 赵成祖瞪大了双眼, 似是不明白为何公公会在这时候出现。 公公冲了进来, 拿起叫鞭就开始打。 我默默挂断电话, 把战场留给他们父子。 因为太过担忧, 我不小心跟姑奶奶吐槽了一下。 当天晚上, 赵成祖就接收到了各路亲戚的指责。 家族群信息九十九家, 话里话外说他不孝, 忘本。 若不是有公公的悉心教导, 他现在还在村里种地呢? 公公一把年纪还要陪考, 他竟敢不知好歹地嫌弃。 简直是倒反天纲。 赵成祖焦头烂额地 跟七大姑八大姨表示自己不会送走公公。 公公不吃不喝, 把自己锁在房间。 赵成祖蹲在门外, 指天发誓。 终于, 公公打开了房门。 赵成祖戚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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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戚地喊了声。 爸! 公公板着脸, 点头应了声, 然后背着手走进书房。 天大的事都不能影响学习。 咱们开始吧。 赵成祖表情僵住了。 还不快进来。 等着我请吗? 赵成祖的身体微微发抖。 打压式教育的恐怖之处在于, 你以为自己已经远离了那段过往, 实际上那种恐惧的经历 却早已牢牢锁在记忆里。 成为无法逃脱的心结。 有些人为了逃避这段痛苦的过往, 甚至会不自觉地主动美化它。 所以赵成祖口头上感恩公共的教育, 为了合理化这种感恩, 行动上他把乐乐推出去受过。 他从未想过自己要再次体验这种教育。 每天学习到半夜, 每天学习到半夜,凌晨五点又起来学习。 这种高强度的作息让赵成祖在上班时, 经常性地哈欠连天, 整个人跟温姬一样。 工作中频频出错, 同事和领导颇有微词。 每次他都保证没有下回, 但回回都不作数。 他又一次因为注意力不集中, 导致工作出了大错后, 领导没有再放他一马, 直接辞退了他。 不仅如此, 还要承担因工作失误导致的损失。 他引以为豪的合同工身份, 就这么丢了。 回家后, 他爆发了。 他推倒书桌, 摔碎笔筒, 大声吼着。 我不考了。 考不考得上我不知道, 但现在我连工作都保不住了。 公公气得胸膛起伏, 声音比他更大。 工作没了, 另找就是了。 这点挫折都经受不了。 你还能成什么事? 赵承祖破冠破摔。 我都三十四了, 要能成事, 我早成了。 另找。 你说的简单, 就我现在的工作, 还是岳父帮忙签的线。 结果因为你就这么搞丢了。 爸, 你就认了吧。 我真的没啥出息。 说到最后, 他捂着脸, 呜呜哭了起来。 公公用叫边一下下地抽着他, 边抽边骂。 赵承祖红浊眼, 握住叫边。 明天我就送你回去。 公公瞪大双眼, 赵承祖咬着牙继续道。 我能上九八五, 跟你并没有太大关系。 小学你打了我六年, 我成绩一塌糊涂。 还好初中我住校了, 一个学期才回家一趟。 爸, 你自己知道的吧? 其实你没帮上我多少。 公公这下是真的被气到了, 他面色苍白, 捂着胸缓缓倒地。 我见识不妙冲了进去。 快打120啊, 愣着干嘛。 赵承祖手忙脚乱地找手机。 公公休养几天后, 最终还是被赵承祖送回了村里。 走的时候, 他的脊背弯了不少。 一辈子引以为傲的成就, 被儿子当着儿媳的面亲自揭穿, 他碎了。 面子大过天, 短期内他是不会再有脸 来对乐乐的教育指手画脚了。 赵承祖跟我道歉。 老婆, 对不起。 我太自以为是了, 以后乐乐的教育还是你来管。 我冷眼看着他, 你对不起的不是我, 是乐乐。 我出差不在家, 你就是乐乐最忠实的靠山, 结果你干了什么。 在他被嘲讽羞辱的时候, 你就坐在他对面自顾自地玩游戏。 在他拖着病体被罚跪在鱼里的时候, 你在跟狐朋狗友喝酒。 他那时候该有多无助。 你有想过吗? 我忍不住一巴掌抽在他脸上, 他愕然看着我。 我嘲讽地笑了, 你爸每天都抽乐乐嘴巴子, 你知道吧? 乐乐身上好几块青紫的伤痕, 都是被抽出来的, 你知道吧? 我再次扬起手, 这回他反应过来抓住了。 我笑了笑, 迅速换了一只手, 啪, 再一巴掌, 你知道, 但你视而不见, 因为九八五是你和你爸一生中唯一的高光时刻, 自那之后, 你就泯然于众人, 变得平庸。 在你们枯燥乏味的人生中, 突然发现还可以通过教育乐乐, 通过打压这个八岁小孩, 来获得那点可笑的成就感。 以教育之名, 做反教育的事。 我扬起手, 他条件反射地向后躲, 结果我只是递过手机。 这些天, 你偷偷看过我的手机, 所以你知道, 最近乐乐在看心理医生对吧? 你爸的教育, 让乐乐的心理出了问题。 我一直等你来问这件事, 我笑了下, 可惜你不敢, 你下意识地逃避, 你就想着等乐乐痊愈后, 一家子其乐融融, 最后再当这件事没发生过。 最后, 我起身俯视他。 离婚吧, 懦夫, 你不配做乐乐的父亲。 赵承祖颓然地贪坐在地。 不, 赵承祖变了很多。 他每天把家打扫得干干净净, 然后到图书馆去看一些儿童教育类的书。 他报了网课, 学习如何做个称职的爸爸。 他每天偷偷到我妈家附近, 远远地看着乐乐。 看乐乐蹦蹦跳跳上学, 放学, 看乐乐周末乖巧地跟着我去复诊。 他每天都看一遍当初物业拍的视频, 看一次抽自己一耳光。 某一天, 他小心翼翼地问他能否跟我一起去医院接乐了。 我点头后, 他兴奋地原地跳高。 乐乐一见到我就扑了过来, 大声叫着妈妈, 我好想你。 经过一段时间的疏导, 他恢复得不错, 那个阳光开朗的小孩又回来了。 赵承祖在旁 善善地伸手, 想要拥抱, 结果乐乐头一偏, 躲过了。 赵承祖流露出受伤的神情, 乐乐想了想, 上前抱住了他, 用手拍拍他的头, 轻声说, 爸爸, 还疼吗? 我给你呼呼。 赵承祖呼吸一致, 乐乐接着说, 爸爸, 你考试一定会顺利的, 到时候爷爷就不打你了, 打人是不对的。 赵承祖眼眶发红, 他抱着乐乐, 将脸埋在他脖子上, 声音哽咽。 乐乐, 爸爸对不起你, 爸爸让你受委屈了, 对不起。 乐乐摇摇头, 没关系的, 爸爸我还爱你。 赵承祖哭得不能自已, 仅仅因为教育理念不同, 就提出离婚, 只要赵承祖不同意, 这婚是离不了的。 但我不在意, 本来我也没打算, 一定要离婚。 我想让他明白, 我的底线是乐乐。 在我明确抛出这个底线后, 如果他还不明白问题所在, 不知悔改, 那么婚姻就再也没有存在的必要。 好在经过这一系列事, 赵承祖隐隐悟了, 他开始找工作。 34岁, 一个在体制内干了多年的合同工, 乍一入市场, 确实很难有匹配的岗位。 于是他琢磨着创业, 对此, 我不支持, 也不反对, 只是将家里的存款对半划分。 他默了默, 只拿走四分之一, 说创业有风险, 得给我们母子多留点。 好在他运气不错, 几次尝试之后, 竟也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赛道, 小有所成。 他感慨, 说要是早几年, 能有勇气反抗公共就好了。 我不置可否。 经过那些事, 我们的感情变得很淡。 他将资产全都放在我和乐乐名下。 抽屉里放着离婚协议书, 只要我觉得他踩到了我的底线, 我可以立刻签字。 这是他给我们母子的承诺。 后来, 他生意越做越大, 当他忍不住跟公共炫耀时, 老爷子惆怅的声音从听筒传来。 你是要气死我吗? 是农工商, 是农工商, 你真是越混越倒退。 你可是咱村第一个九八五啊。 你让我的老脸往哪歌? 说到最后, 公公在那头放声大哭。 赵承祖默默听着, 最终挂了电话。 乐乐拿着奥特曼站在房门口。 爷爷怎么了? 他要来吗? 赵承祖摸摸他的头。 爷爷只是有些事没想明白, 他不会再来了。 乐乐眼睛转了一下。 哦, 等我放假就去看他, 妈妈也去。 我的宝贝, 终是从那个噩梦中解脱了。 故事二 连续大半个月超过四十度高温, C城的气象局受不了了, 决定等到合适时机实施人工降雨。 老公的白月光林瑶离婚, 一个人带着孩子非常辛苦。 经常在朋友圈感慨, 天气好热呀。 然后配一张四十五度角仰望天空的照片, 务必露出尖尖的下巴, 鲜瘦的身材, 以及忧郁的气质。 图片一般会用墨兰迪色, 营造出法国街头的浪漫与诗意, 把自己搞得像个名媛。 老公安明心疼得要死, 不顾我多次警告。 今天驱车去送冰西瓜, 明天带他和孩子去水上乐园, 后天带他们去室内滑雪场。 真情实义, 让所有人为之动容。 我也被感动了。 每次林瑶在朋友圈发九宫格后, 我第一时间点赞, 他晒西瓜。 我点赞说, 姐姐, 我老公买的西瓜特别甜, 我也爱吃, 但为了你们的绝美爱情, 我决定不再吃他买的西瓜了, 因为那是独属于你的宠爱。 各位亲朋好友听着, 不许吃安明买的西瓜呀, 谁敢吃我跟谁急。 林瑶晒与安明去水上乐园的游玩照片。 我点赞说, 安明心胸宽广, 最爱养别人的孩子。 你看, 他和姐姐的孩子玩得多开心。 林瑶晒室内滑雪场。 我点赞说, 安明特别爱滑雪, 他没带我去过, 却带姐姐和孩子去了。 好羡慕啊。 或许有一天, 我嫁给别人生了孩子, 安明也能带我和孩子去滑雪呢。 我担心他的朋友圈仅对我可见, 所以我每次都会截图, 再发一遍朋友圈, 并标明绝美爱情, 让人落泪, 走过路过, 不要错过, 都来看一看呐。 因为他们的爱情太过绝美, 必须好好宣传一番。 不宣传, 对不起自己的良心。 众人都被我的大度感动了, 纷纷给我点赞, 还转发朋友圈。 安明气得跳脚, 你神经病啊。 他不喜欢我的处理方式, 经常和我吵架。 逢人就说, 沈青青脑子有毛病, 正常人不这样。 说的时候, 必定摇头叹息, 一脸忧郁隐忍, 让人浮想连天。 仿佛是我逼着他去和林瑶鬼混, 去养林瑶的孩子, 最后又和他吵闹。 他们圈里的男性朋友们 大多表示理解, 都认为, 安明娶了我倒了八辈子大美。 真正的好老婆, 就算老公出轨, 也该忍着眼泪控诉两声, 坚强地照顾家庭。 就算夫妻关系不合, 也该选择家丑不外扬。 就算夫妻视同水火, 也该表现得优雅美丽, 绝不落面子。 像我这样用力宣传, 家丑外扬的, 铁定不是好老婆。 他们大胆推测, 安明肯定在家里受尽委屈才出轨。 他们看不到我之前的隐忍, 只看到我现在到处宣传, 非常不得体。 实际上, 在不得体之前, 我已经忍耐了大半年。 在经历平静劝说, 愤怒劝说, 吵闹劝说, 安明都不听后, 我抑郁内耗到极点。 某日又发生争吵, 安明气愤地说, 我和林瑶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为什么总觉得我们在做丑事? 你总往坏处想, 才把事情搞得一团糟。 看待事物, 要用积极的眼光。 大师说过, 除了疾病, 人类的所有痛苦都是自寻烦恼。 你现在就在自寻烦恼。 只要你别疑神疑鬼, 积极看待问题, 生活会很美好的。 一番话点醒了我, 是啊, 我要用积极的态度看待问题, 我不内耗了, 我要积极。 最近十几天, 林瑶发朋友圈, 我积极点赞, 积极回应, 积极宣传。 老公又觉得我太积极了, 依旧不高兴。 则, 真难伺候。 林瑶长得很漂亮。 据说, 我老公安明以前很喜欢林瑶, 从学生时代就在暗恋他。 林瑶是他当之无愧的白月光。 但林瑶太温柔善良了, 不忍心破坏他的单身人设, 一直拿他当哥哥。 他交往了一茬又一茬的男友, 唯独不碰安明。 因为他觉得男人180的身高, 鼓鼓囊囊的钱包太过可恶, 为了世界和平, 决定以身献祭, 用自己拴住这些可恶的男人。 而安明175的身高, 一万块的工资太过优秀, 他配不上。 后来他为了世界和平, 含泪嫁给身高180, 家产上亿的富二代, 让优秀的安明寻找自己的幸福。 安明感动坏了, 对他念念不忘。 哪怕后来升职加薪, 事业有成, 也曾经沧海难为水, 不肯找女友。 安明的父母非常着急, 积极为他相亲, 然后向到了我。 我的条件好, 刚大学毕业没多久, 学历外形不错, 身高165, 工作看起来光鲜, 唯一的缺点是外地曲线人, 但家境在当地也算终的。 他的父母嘘寒问暖, 送礼请客, 让当时的我受宠若惊, 非常感动。 安明觉得追求女神无望, 该结婚了, 收心追我。 节日送玫瑰, 周末带我约会, 仿佛我是他全天下最爱的人。 最终, 我们结婚了。 后来林瑶的富二代老公出轨, 抛弃了他。 林瑶带着孩子离婚, 回到C城。 回来第一天, 就给安明打电话。 彼时已经晚上12点。 响亮的电话铃声, 把我吵醒。 安明接起电话, 安静的房间里, 响起林瑶温柔的声音。 这么多年, 你的电话号码还没变呢。 又说, 真好, 故人依旧。 安哥, 你妹妹我回来了。 两人的爱情, 真让人感动。 发完朋友圈, 我便继续工作。 晚上, 安明回来后很生气, 你什么意思? 遥遥离婚, 成为单亲妈妈, 日子过得艰难, 她前夫对她很不好, 我只是出于朋友情意, 帮她一把而已。 你干嘛那么阴阳怪气? 你这样做, 跟泼妇有什么区别? 她说, 看到我发的朋友圈, 林瑶很难过。 她让安明回来向我解释, 让我不要误会, 他们之间只是纯洁的 哥哥妹妹的情意。 安明便回来向我兴师问罪了。 我说, 老公, 对不起, 我错了。 安明气势汹汹进门, 准备与我大战三百个回合, 但没想到我认错认得这么快, 噎了一下, 好一会儿才问, 真知错了? 我说, 真知错了? 我误会你们是爱情, 其实你们是友情。 安明有点不自在地咳嗽一声, 道, 对, 我们只是朋友。 嗯, 你们是朋友, 我知道的。 等安明离去, 我知错就改, 将朋友圈全部重新发一遍, 配上醒目的标题, 我老公和林瑶的绝美友情, 走过路过, 不要错过, 大家都来看一看啊。 朋友被炸出来了, 刘萍不是爱情吗? 怎么成友情了? 我愉快地回复, 安明从林瑶家回来, 特意找我说明他们之间只是友情。 我知错能改, 就赶紧改了。 我还在床上回复评论, 房门砰地打开。 安明冲进来怒吼, 沈青青, 你要闹到什么时候? 我无辜地盯着他, 没闹啊, 你说你和林瑶是友情, 我就改了呀, 你干嘛生气? 你, 安明气得半死, 那你为什么要发朋友圈? 我眨了眨眼, 不可以发朋友圈吗? 林瑶一直在发, 看起来很想让所有人都知道呢, 所以我帮他宣传一下呀。 安明怒道, 赶紧把朋友圈删了, 不许发。 我乖巧地说, 哦, 好的老公, 你别生气, 我马上删。 在他的虎视眈眈下, 我把所有关于林瑶的朋友圈删了。 安明检查一遍, 确认删除干净, 脸色才稍微好转。 等他离开, 我把所有截图发到微博, 小红书, 更新, 老公刚刚让我不要发朋友圈, 我是个听话的老婆, 以后就发微博和小红书了。 发完后, 又编辑了一段话, 关于我老公安明和林瑶的绝美爱情, 我不更新了。 老公澄清, 说他和林瑶是绝美友情, 让我删除朋友圈。 所以, 我以后都不发朋友圈了, 特此通知。 然后把这段话发到朋友圈, 家族群, 朋友群。 我又走进书房, 打开安明的电脑, 拿到他工作的邮箱数据, 将所有资料打包。 群发给安明的同事, 包括老总、 上司以及客户。 郑重地告诉他们, 我沈清清听从吩咐, 以后将不在朋友圈 更新安明和林瑶的绝美友情。 特此通知。 事发后, 安明找我大吵一架, 我委屈得掉眼泪。 是你让我别发朋友圈的吗? 我已经不发了。 好多人都在追你和林瑶的绝美友情更新, 我总得给大家一个交代, 就发个通知而已, 干嘛那么生气。 安明对着我破口大骂, 差点动手。 我惊呆了, 你刚刚想打我。 安明连忙收回杨起的手, 否认, 没有。 我说, 你有, 没有, 你有。 吵到后面, 安明不耐烦地怒吼, 对, 我就想打你, 谁叫你那么贱呢? 他居然骂我贱。 我气得半死, 安明, 你出轨还有理了。 他死不承认, 我没出轨, 是你在无理取闹。 两人爆发激烈争吵, 最后, 愤怒的安明一巴掌扇我脸上。 我愣住, 他也愣住, 好一会儿, 他摔门离开。 我爆发了, 在他身后大叫, 离婚, 我要离婚。 装死的公公婆婆, 见事情闹大, 从房间钻出来和我谈心。 轻轻啊, 安明是一时冲动。 你别放在心上, 男人都有点脾气, 你把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发给他公司, 影响他工作, 他当然会生气。 我们绝对不允许那个女人进门, 你放心, 你永远是安家的儿媳妇。 我抹掉眼泪, 真的? 两位老人安慰, 当然是真的。 我说, 口说无凭, 总得拿出点实际东西补偿吧。 两人以为我又会像以前那样哭诉, 他们安慰两句就结束, 没想到我居然要赔偿, 瞬间不吱声了。 我质问, 怎么? 他出轨, 还打我, 连赔偿都没有。 两人连忙否认, 别乱说, 安明没出轨。 这样, 都算出轨的话, 你和男同事吃饭, 不也算出轨吗? 我又惊又怒, 和男同事吃饭, 就算出轨。 我吃饭的时候, 旁边还有其他人呢。 公共狡辩, 安明和林瑶出去吃饭, 饭店里也有其他人呢。 你没出轨, 他也没出轨。 好想打人。 我嫁给安明, 有一半是因为这两个老东西。 他们当初表现得太好了, 让我非常感动, 觉得遇到了中国好公婆。 他们主动许诺了许多东西, 包括彩礼, 房子加明, 包揽家务, 月子中心。 结婚时, 他们的确给过我八万彩礼。 婚后公共说, 店里急需店资, 找我借十万。 我当时毫无心机, 觉得都是一家人, 就毫不犹豫地转给公公。 然后肉包子打狗, 有去无回。 八万彩礼, 连同我个人的两万块钱, 一直都没还。 婚前许诺结婚就房子加明的事, 无影无踪。 我不好意思提, 他们也当没说过。 婚前承诺拿一套婚房给我们住, 婚后两年了, 他们依旧和我们住在一起, 其他房子全出租。 我想搬出去, 所有人都反对。 到后面更离谱, 我要公共还钱, 他们便要求我上交房租和生活费。 安明和林瑶搞到一起后, 我曾提出离婚, 刚好坐男同事的车回家, 被发现了。 婆婆害怕我出轨, 居然偷摸跟踪我, 见我和男同事吃饭, 就跳出来闹。 没人能想象, 我正吃着饭, 婆婆忽然跳出来时的心情。 我和安明一度闹到去民政局离婚。 冷静期间, 安明反悔, 没离成。 这该死的离婚冷静期, 凭什么一方反悔就不能离呀? 那天吵架过后, 安明一气之下搬到林瑶家里住着。 要给我点颜色瞧瞧。 林瑶拍了一张吃饭的全家福, 发到朋友圈炫耀, 正式向我宣战。 配文兜兜转转还是你? 最长情的告白就是陪伴。 我把林瑶炫耀的朋友圈 对到公婆面前, 他们都同居了, 还不叫出轨。 两人哑口无言, 好一会儿说, 清清, 本来他们之间清清白白, 是你非要在朋友圈乱发, 还把图片发给安明的同事, 做得太过分了, 安明才不回家。 我瞪大眼睛, 你们的意思是我的错。 他们说, 安明有什么错? 她和林瑶正常来往, 纯粹的友情, 你非要闹才变成今天这样, 你的错误更大。 我气得半死, 结婚的时候, 你们不是说拿我当亲生女儿看待吗? 现在她出轨, 还打我, 你们却包庇她。 不行, 你们得赔我, 我的十万块也必须还我。 一番争论, 两个铁公鸡死活不出一毛钱。 我大吵大闹, 两人年纪大了, 经不起折腾, 最后想出一个办法安抚我, 我们决定立个遗嘱, 百年后把所有财产都给你。 看, 我们多喜欢你啊。 公婆讨厌我不懂事, 但更怕我真和安明离婚, 让林瑶进门。 林瑶不是省油的灯, 离婚带着孩子, 又和前夫牵扯不清, 在他们看来不是好女人。 他们劝道, 只要你安安稳稳地和安明过日子, 等我们死了, 所有财产都归你。 安明的是。 以后就不要闹了呀。 公婆的财产有三套房, 一辆车, 银行里一百万存款, 包括我们现在住的大房子, 也是公婆的。 为了稳住我, 他们刷刷立下遗嘱, 还特意带我去公正处公正, 展示出一副很疼我的模样。 其他人听说, 他们立遗嘱, 把财产全给我, 纷纷称赞他们是中国好公婆。 我冷笑, 所谓的遗嘱就是个屁。 只要人没死, 遗嘱随时可以改。 当我是傻的, 一毛不拔, 开张空头支票, 就站在道德制高点上, 还获得好名声。 算盘打得贼精, 这家人都自私自利, 我不伺候了。 我打定竹意离婚。 在公婆劝说下, 安宁不情不愿地回家, 生活又恢复平静, 家庭看似和谐, 实则暗潮汹涌。 我还没想好怎么处理家务事, 气象局发布消息, 由于天气太过炎热, 要进行人工降雨。 那天, 据说为了彻底降温降雨, 气象局朝云层打了一百发炮弹。 那天, 林瑶的孩子生病, 他哭着给安明打电话。 安明二话不说, 开车去他家送孩子上医院。 很快, 天空乌云压顶, 电闪雷鸣, 狂风大作。 人工降雨, 弄成了人工灾害。 婆婆在小区里和人唠嗑。 天空忽然咔嚓一声, 一道闪电落下, 将树下那梁的他踢得焦黑。 婆婆被雷劈了, 被雷劈之前, 他在小区里和众人唠嗑, 不停地嚷嚷他们立遗嘱, 把所有财产都给我。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因为我把安明的事发到小区业主群了。 大家都知道我们家那点破事, 对他指之点点, 婆婆脸上挂不住。 所以立好遗嘱, 她立马急吼吼地向众人展示 他们有多好。 试图挽回生育。 我们立下遗嘱, 将所有财产都给儿媳妇呢? 我们从不亏待她。 她说得特别大方。 这下子, 所有人都知道她立下遗嘱, 死后把财产留给我。 众人纷纷表示她是个好婆婆, 都是我这个做儿媳妇的太过分, 不就是男人出个鬼吗? 出完鬼, 肯定会回归家庭, 从此安心过日子。 闹得正欢腾, 忽然乌云密布, 狂风大作。 众人都要走了, 婆婆依旧拉着别人唠嗑, 务必要让所有人了解他们对我好的所有细节。 因此耽误了时间。 天空电闪雷鸣, 其他人纷纷离去。 如果她当时走, 也不会挨雷劈。 但她依旧不肯走, 拉着最后一个人硬聊, 咔嚓, 然后她当着那人的面。 说完世上没有比我更好的婆婆, 立马被劈得焦黑。 当时我在家, 邻居跑来通知我婆婆被雷劈了。 我一开始以为在开玩笑, 后来才知道不是。 人命关天, 我没多想, 赶紧喊120将婆婆送到医院。 公公腿脚不便, 我说, 你留在家里吧。 这刮风又下雨的, 你去了也没用, 就待在家里。 公公感动地说, 那你赶紧去伺候你婆婆, 完世我还你十万块钱。 我一听, 瞬间积极起来。 婆婆情况很不好, 救护车风驰电车地将我和婆婆送往医院。 我积极跑上跑下, 处理住院事宜。 等弄好了, 我才赶紧给安明打电话, 声音急促地说, 安明, 你快回来, 妈要死了。 安明问, 谁要死了? 我说, 妈呀, 安明, 哪个妈? 哪个妈不是妈? 我生气, 当然是你妈。 安明勃然大怒, 你妈才要死了。 我怒气上涌, 大吼, 她被雷劈了, 马上要死了。 电话里传来林瑶的声音, 好像在说她也太疯了, 竟然用这种手段叫你回去。 安明吼得比我更大声, 你妈才被雷劈了, 你妈才要死了。 然后趴得挂掉电话。 我气得蹊跷生烟, 试图在打电话时, 医生走过来说, 沈小姐, 你婆婆的情况不好, 得赶紧转院。 120是附近的小医院派来的, 医院只是个二级医院, 应对的是普通疾病, 皮肤科形同虚射。 它大面积烧伤, 我们这儿就不了, 只能做应急处理, 必须赶紧转院。 好好好, 赶紧转。 我立即拍板, 转往上级三甲医院。 兜里的电话响了一阵, 我顾不上街。 大雨倾盆, 电闪雷鸣, 狂风咆哮。 人工降雨把天捅了个娄子。 婆婆又被推出来, 众人七手八脚将她抬上救护车。 妈, 你撑住, 我在大自然的咆哮里鼓励她, 没事的, 肯定没事的。 婆婆艰难地睁开眼睛, 挣扎着道, 安明, 安明。 我抹了把汗, 赶紧掏出手机。 来电显示, 安明在五分钟前, 给我打了个电话。 我赶紧回拨过去。 刚接通, 那边直接骂了一句我打电话不接, 你也别想我接你电话就挂掉了。 我看了一眼婆婆, 她在担架里瞪大眼睛, 死活不肯闭眼。 她被雷劈得太黑, 衬得眼睛很亮。 妈, 安明不接电话, 我焦急地说。 也不知道爸给她打了没有, 生死当前, 我放下恩怨, 给公公打电话。 安明觉得我很疯, 不肯听我的。 希望公公告诉她事实。 嘟嘟, 公公的手机半天没打通。 怎么回事啊? 怎么一个个都不接电话? 我急得上火。 婆婆的眼睛快要暗淡下去, 有气无力道。 安明, 遗嘱, 遗嘱。 人公降雨导致的狂风暴雨声音太大, 它虚弱无比, 声音寒寒乎乎。 我没听清, 心急如焚, 拼命拨打安明的电话。 接连打了几个后, 电话终于接通。 沈青青, 你不要再闹了, 安明声音里满是怒火, 摇摇儿子发高烧, 我们很忙。 妈快要死了, 我的眼泪狂涌而出, 她被雷劈了。 你才被雷劈了? 沈青青, 你去医院置置脑子吧, 看看是不是有狂躁症。 你才得了狂躁症? 你妈被雷劈了, 被雷劈了。 你他妈的是畜生听不懂人话吗? 我委屈地在车里破口大骂, 快点到第三医院, 你不来, 别想我管了。 沈青青, 你居然骂人, 安明暴怒。 旁边的林瑶说, 她说脏话, 真没素质。 他们把我逼成疯婆子, 却反过来嘲讽我没素质。 你个贱人才没素质, 我骂道。 林瑶立即应应应。 婆婆在担架上挣扎, 似乎有话要说。 我将手机对到婆婆耳边, 快, 自己说。 安明那条狗听不懂人话, 让他妈来谈吧。 安明, 遗嘱。 婆婆声音微弱到极点。 这次我听清楚了, 心瞬间冰凉。 哦, 她在担心遗嘱。 我瞬间觉得替她跑上跑下, 一片真心喂了狗。 手机里传来林瑶的哭泣声, 楚楚可怜。 安明立即心疼了, 在婆婆耳边破口大骂。 我不会回来的, 你去死吧。 你个贱人, 没素质, 去死。 后完, 她啪哒挂掉手机。 婆婆瞪大眼睛, 似乎没料到安明会骂她。 嘀嘀。 糟糕, 血压掉了。 肾上腺素。 肾上腺素。 婆婆眼角含泪, 缓缓闭上眼睛。 车内乱成一团。 我安静地坐在角落, 冷漠地盯着医抢救婆婆。 临死前, 她还在担心我抢财产。 这种人, 我为什么要替她担心? 人心就是这样一点点变硬的。 一分钟前, 我出于人类的良知, 放弃平日恩怨照顾她。 现在我只想离开, 让她自生自灭。 到了医院, 婆婆再度被送进抢救室。 医生催我去缴费。 我不想交, 凭什么让我交? 但总不能让医生为难吧。 人家好好工作, 救死扶伤, 结果没人付钱。 据说病人不付钱, 他们得扣钱呢。 我咬牙交了费, 决定找安明要回来。 两家医院的发票, 都塞在包包里。 婆婆已经昏迷不醒, 在手术室内抢救。 我坐在医院长椅上, 将所有单据拿出来, 一张一张旅顺, 拍照留证, 准备发给安明, 让他还钱。 手机屏幕忽然跳出一个陌生电话, 打断我拍照。 我烦躁地接听。 您好, 请问需要贷款吗? 听到话筒里面熟悉的推销电话, 情绪拉到极点的我, 瞬间崩了。 一顿输出, 你神经病啊, 谁要贷款呢? 别来烦我了行不行。 那边不知怎滴也崩了, 你骂什么呀? 挂了不就行了? 你以为我想打电话吗? 现在找工作, 都是打电话呀。 孙悟空来了, 都得打一圈电话, 再走。 老子不干了。 我被他一顿反输出, 有点懵。 想到刚到C城找工作的经历, 我沉默了。 这事到工作难找, 工资低, 时间长, 还被职场洗脑, 导致我的自信心严重崩溃, 人也特别焦虑。 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光鲜的工作。 实际上经常加班, 还面临随时裁员的风险。 也就是那段时间产生了找不到工作, 就赶紧找个好男人嫁了吧。 至少有人养的懒惰想法, 半推半就地答应同事安排的相亲, 遇到了安明。 安明约会时出手大方, 公婆也带我好, 我才一时冲动嫁了。 我好多次都想回到过去抽自己耳光, 再难也要好好工作。 别以为婚姻是避风港, 婚姻更难。 接下来, 我继续拍照。 电话又响了, 我以为是骚扰电话, 摁掉。 电话继续打过来。 我刚掉落的怒气值瞬间暴怒, 接通, 准备发火, 电话那边说, 沈小姐, 你快回来, 你公共坠楼了。 啊? 那边自称是物业工作人员, 简单地叙述了过程。 气象局人工降雨, 不知为何天气进化到打雷, 刮风。 尤其风特别大, 各家各户的衣服被吹走, 内裤满天飞。 公共在我和婆婆走后, 焦虑不安地在屋子里走来走去, 后来大风起内裤飞, 她便走到阳台收她的内裤。 内裤被吹到阳台外面的树上, 距离比较近, 她便拿晾衣架, 趴在阳台上钩内裤。 那姿势很危险, 再加上她心神不宁, 狂风一吹, 她便摔下去了。 当时狂风暴雨, 声音极大。 各家各户都躲在家里, 没人听到她摔下去的动静。 她在灌木里爬了很久, 这也是我给她打电话, 无人接通的原因。 过了好一阵, 物业巡查小区花园受损情况, 发现不对劲, 走过去才在灌木里看到公公。 幸好我们家在二楼, 她没摔死, 受了重伤。 物业先叫了120, 又赶紧打电话联系业主。 业主是婆婆, 婆婆在抢救, 无法联系上。 他们又打后备电话, 也就是安明和我的电话。 打给安明, 那边估计忙着照顾小三和孩子, 没空接。 他们便打给我, 我接了。 事情太过离谱, 我觉得肯定是真的。 我再度给安明打电话, 试图将公公的情况告诉她。 但她把我拉黑了, 打不通。 这畜生, 自己爹妈出事, 还以为我在争风吃醋, 不肯相信, 处处诋毁, 甚至拉黑。 林瑶也是畜生, 知三当三, 还挑衅我。 我不想管公公, 医院却按照物业给的电话联系了我。 还是之前那家小医院, 我在他们的催促中赶了过去。 抵达急诊科, 负责接待的护士震惊了。 怎么又是你? 对, 又是我。 她迷之沉默片刻, 忍不住问, 你婆婆挨雷劈。 你公公摔成重伤, 你们家是犯了什么禁忌吗? 我抹掉脸上的雨水和汗水, 点头, 因为他们的儿子出轨, 他们帮着儿子欺负我。 护士愣了一下, 说, 哦, 难怪会这样, 他们儿子呢? 我说, 死了。 护士吃了一惊, 信以为真, 被雷劈死了, 还是被风吹下楼摔死了。 我说, 在小三肚皮上爽死了。 护士知道实情后, 特别无语。 医生说公公受伤严重, 最好也转院。 一通折腾, 坐上救护车, 我把公公也送到第三医院。 车上公公稍稍清醒, 拉着我的手, 声音微弱, 艰难地说, 安明, 遗嘱。 不愧为一家人, 临死前的反应都一样。 生怕他们死了, 我会按照遗嘱继承他们的财产。 我来了气, 说, 安明忙着和小三约会, 不管你了。 公公霍霍两声, 白眼一翻, 晕了过去。 医生护士投来纠结的眼神, 他们想谴责我气晕病人, 可急诊科护士 已经巴巴巴地 将事情经过传遍医院。 他们知道我老公出轨, 不管公婆, 我这个受害儿媳 却为公婆跑上跑下, 又很同情。 公公婆婆两人 齐齐进了ICU。 当病危通知书再次下来时, 我已经毫无情绪波动。 不一会儿, 医生从里面出来, 脱掉帽子, 为难地说, 对不起, 我们尽力了。 快死了吗? 我问, 医生点点头。 我再次给安明打电话, 这次我借用了其他人的手机。 嘟嘟, 喂? 安明, 你爸妈要死了? 我刚说一句, 那边就开始发疯, 又是你, 沈清清, 你才要死了。 他破口大骂, 声音传遍走廊, 引得好多人 纷纷朝这边张望。 为什么能传遍走廊? 因为我开工放了, 刚刚我站在手术室外面, 已经想清楚了, 他们欠我, 恶心我, 临死前还防着我。 那我铁定要继承他们的遗产, 让渣男和小三一无所有。 我不仅要法律支持我继承, 还要在舆论上也支持我继承。 当着众人的面, 我故作焦急地说, 安明, 你快回来吧, 求求你快点回来, 爸妈真快要死了, 你赶紧回来, 见他们最后一面。 安明大吼, 告诉你沈清清, 我不会回来的。 然后, 他的医生挂掉电话, 这时, 手术室门再度打开, 医生对我摇摇头, 护士同情地说, 已经走了。 我眼中含泪, 痛苦地询问, 哪个走了? 两个都走了。 护士回答, 不, 我仰天咆哮, 嚎啕大哭, 仿佛我是世上最伤心的人儿。 公婆表演爱我, 如今我也表演爱他们, 就当拿遗产的表演费了, 众人纷纷安慰。 我再度借了部手机, 拨打安明的电话。 安明又是一顿输出, 我眼角含泪, 安明, 求求你了。 只要你回来, 我以后不反对你和林瑶来往, 我们离婚, 你和林瑶在一起吧。 不知道这段时间, 林瑶是如何说服安明的, 她在电话里爽快道, 好, 我们离婚。 爸妈那边怎么办? 他们不同意离。 我看了一眼紧闭的手术室门, 以及周围一圈炯炯有神的八卦眼眸, 哭着说, 他们同不同意都不重要了, 你赶紧到第三医院来吧, 来了再说离婚的事。 电话那头传来林瑶的声音, 安哥, 你回去吧。 可是强强怎么办? 没关系, 我守着就行。 你不是头晕吗? 已经不晕了, 家务是要紧, 你回去吧。 好好跟咱们爸妈说说咱们的事, 别情绪激动, 至于沈青青, 你好好和她聊, 夫妻一场, 能和平分手最好。 哦, 那小三原来一直都在旁边听我们说话, 估计听到我愿意离婚, 她便来劲了。 安明虽然比不过她的富二代前夫, 但放到市场上也是优质中产男一枚, 如今她离婚待孩, 年纪也大了, 要找个优质接盘侠还挺不容易。 安明愿意离婚娶她, 她求之不得。 经过林瑶劝说, 安明终于不耐烦道, 好, 我回来和你聊聊, 也要和爸妈好好聊聊离婚的事。 我抹着眼泪说, 行, 我也希望你下去和爸妈好好聊聊。 安明冷哼, 放心, 会的。 打完电话, 周围一圈人都沉默了。 我一直在抹眼泪, 向众人解释安明和林瑶的绝美友情。 爸妈快死了, 她忙着和女人鬼混, 真是狼心狗肺的玩意儿。 这种男人活该天打雷踢, 观众们义愤填膺, 不管男的女的老的少的, 全都一边倒地谴责安明。 如果安明仅仅出个鬼, 很多人会帮她说话。 但她抛弃父母, 在父母危难时不愿意回来, 宁可照顾小三和小三的孩子, 也不愿意回来见父母最后一面, 实在太过可恶。 尤其是那些年纪大的人, 代入感特别强, 仿佛安明是他们的不孝子孙, 他们气得跳脚, 破口大骂。 有个脾气大的老头, 在走廊里嚷嚷, 养儿防老, 防个屁的老, 狼心狗肺的玩意儿。 我一儿一女, 没有一个愿意到医院照顾我, 医药费也不给。 要不是还有退休金, 我估计都死了。 那边更惨, 两个老的出事, 他们的儿子死活不愿意回来, 真是气死了。 要我说, 老人就不该把钱给这些白眼狼。 其他人纷纷附和。 半个小时后, 安明姗姗来迟, 出现在医院门口。 他来了, 他来了, 他终于来了。 他带着满身寒意, 杀气腾腾地走来了。 但很可惜, 公公婆婆早凉了。 沈青青, 你跑医院来干什么? 安明一来就质问我。 我已经表演了全套孝顺儿媳 恭送公婆戏码, 擦着眼泪对他说, 安明, 你终于来了呀, 要是早点来, 就可以见爸妈最后一面。 说到此处, 又惹伤心, 眼泪狂涌而出, 为什么你宁可照顾小三的孩子, 也不愿意照顾爸妈呢? 你知不知道, 爸妈临死前很想见你呀, 呜呜, 噼里啪啦, 我先发制人, 把使盆子往他头上扣。 其他围观群众纷纷谴责安明。 安明莫名其妙, 脸上露出紧张的表情, 爸妈怎么了? 我眼泪狂涌而出, 他们死了呀。 安明呆住, 周围的人七嘴八舌。 安明渐渐反应过来, 我可能说的是真话。 不不不, 我不信。 安明捂住脑袋, 拼命摇头。 我继续输出, 婆婆临死前想说一言, 我给你打电话, 把手机放到她耳边, 你却说绝不回来, 叫她去死。 你还骂她贱人, 你真是畜生啊。 安明着急反驳, 我没有。 你有? 我没有。 医生护士都听到了。 吵了一通, 安明骤然反应过来, 睁大眼睛说, 啊, 是那时候吗? 我在骂你, 不是骂她呀。 我瞪大眼睛, 什么? 我为婆婆操劳, 你却骂我贱人, 叫我去死。 安明, 你好歹毒啊。 我眼圈一红, 又开始哭。 周围人气地 纷纷谴责安明。 安明被骂得灰头土脸, 不敢回嘴, 我要见爸妈。 等见到公婆的尸体, 她终于明白, 我给她打了无数个电话, 让她回家, 告诉她婆婆被雷劈, 公公摔下楼, 都是真的。 爸, 妈, 儿子不孝, 安明跪在地上痛哭流涕。 我擦干眼泪, 从包里掏出一打收据, 这是医药费, 我垫了几千块钱, 清单权在这儿, 还钱吧。 对了, 公公说要还我十万, 现在她走了, 你也得还我。 我将收据 对到安明脸前。 既然你打定主意 要和小三一起过, 咱们就把账算清楚, 干干净净地离婚。 安明听到我的话, 立即抬起头, 红着眼睛质问, 都这个时候了, 你跟我说离婚。 我, 你不是想离婚 和林瑶在一起吗? 或许你想下去 问问你爹妈 同不同意, 再和我离。 安明暴跳如雷, 固步地哭泣, 从地上爬起来和我吵。 我故意把话题 往离婚和财产分割上引, 安明果然上道, 忽然反应过来, 遗嘱。 天啊! 遗嘱。 我爸妈立了遗嘱, 把财产全留给你。 我说, 对, 他们说百年后 把财产留给我, 现在他们去了, 遗嘱生效, 你今天可以收拾东西 从我的房子里滚蛋了。 不可能。 那是我爸妈的遗产, 是我的。 安明勃然大怒。 为了钱, 他瞬间把悲伤抛诸脑后, 在医院里和我吵起来。 我们从太平间 一路吵到走廊。 当然, 是我有意引导 他到更大的舞台发挥。 父母双亡, 儿子照顾小三 不肯见父母一面的故事 已经传遍医院。 我看到有人 在拿着手机拍视频, 故意和安明吵闹。 我不着急。 安明知道 遗嘱内容非常着急。 在吵闹中, 安明情绪激动, 认为他是公婆唯一的儿子。 遗产应该全部给他。 围观人群摇头, 天哪, 父母死前想见他一面 见不着。 父母死了, 他立马跑到医院 要遗产, 这都是什么儿子啊? 狼心狗肺的白眼狼。 等安明反应过来, 想要辩解 却无从张口。 因为公婆临死要见他, 他不回来是事实。 他一到医院哭两声, 就和我扯皮 遗产的事 也是事实。 我见舆论营造得差不多, 便赶紧离开医院, 第一时间找人将家里的锁给换了。 遗嘱规定公婆死亡时生效, 那我就自动继承了他们的遗产。 既然已经成为我的财产, 换索很正常。 安明忙着处理公婆的身后事, 顾不上我。 我美美地吃了顿丰盛大餐, 休息片刻, 拿起手机查看, 刷进短视频平台, 一眼就看到 我和安明在医院走廊吵架的视频。 点赞已经达到二十八万, 还在快速增长。 我立即花两千块钱买流量, 让视频传得更广。 短视频具有热点效应, 一个视频爆火, 其他博主肯定会一窝蜂地跟进。 很多人开始更新更多的内容。 事件继续发酵。 有人指出, 我给安明打电话, 让他回来见公婆最后一面。 安明破口大骂, 素质极差。 有人指出, 救护车上, 婆婆和安明说一言, 安明竟然骂他赶紧去死, 然后婆婆血压上升, 立马陷入昏迷。 连医护人员都亲口作证。 安明火了, 顺带着小三林瑶也被扒光。 我, 安明, 林瑶之间的恩怨情仇, 被摊开给全网看。 林瑶的朋友圈, 以及他给我发的图片和信息, 全成为证据。 把他们两个贱人捶得死死的。 我之前已经发过疯, 好多人都知道 两人搞到一起。 林瑶发现 众人都知道 他和安明的破事, 气不过, 干脆直接向我宣战。 我把他发我的东西 全部放到网上, 让所有人都看清楚, 这个有素质的 明媛风小三 是什么嘴脸。 好贱啊。 我知道这个女的 从学生时期 就仗着漂亮掉凯子。 有自称林瑶同学的人 出来扒皮, 道出一些林瑶过去的恶心事。 我看得津津有味, 叹为观止。 这个安明 就是个绝世大舔狗, 舔成这样的 还真不多见。 有个人冒出来道, 有件事我得提醒大家, 一般富豪家庭 很少有离婚不要子女的, 还是个儿子, 又不是养不起。 这女的离婚后, 他付二代老公 连儿子都不要, 大家仔细想想。 网友思维广阔, 立马开始 扒林瑶的婚姻。 这一扒, 真让他们扒出 林瑶的儿子 不是前夫的。 顺带扒出林瑶上 一段婚姻的内幕。 当初富二代 看中林瑶的美色, 林瑶看中 富二代的钱财, 两人顺利结婚。 婚后不久, 富二代逆了她, 开始找女人。 林瑶心高气傲, 觉得自己很受欢迎, 也开始勾搭 其他人找回自信。 后来怀孕生子, 两人在父母的劝告下 收心在一起。 等孩子生下来, 长到两岁, 富二代带着孩子出门, 被人说不像她。 她起了疑心, 告诉婆婆。 婆婆偷偷拿孩子的毛发 做亲子鉴定, 发现的确不是他们家的种, 这才让林瑶带着孩子滚蛋。 这也是林瑶当初回到C城, 身上一毛钱都没有, 处处要安明救济的原因。 她对安明哭诉, 说富二代一家设计她, 欺负她一个柔弱的女人, 让她净身出户。 安明那个大傻子信了, 给她租房子, 买东西, 嘘寒问暖。 天哪, 这两人所死吧。 渣男贱女, 婊子配狗, 天长地久。 两人被骂得狗血淋头, 如果仅仅是出轨, 不孝, 普通人的事情上不了热搜, 也不会形成全网热点。 让我们这点迫事上热搜, 被全网津津乐道的, 关键在于公公婆婆利的遗嘱。 正因为有利遗嘱这事儿, 把普通的狗血故事带上新台阶, 成为全网热议的话题。 所以, 公公婆婆为了稳住儿媳妇, 才特意立的遗嘱, 把财产留给她。 他们并没有打算把钱给儿媳, 但没想到人算不如天算, 他们俩真死了, 所以遗嘱也改不了了。 楼上瞎说什么? 人家本就打算给儿媳。 没听说吗? 婆婆死前在小区里对所有人说, 把儿媳妇当亲生女儿看待, 心甘情愿把财产留给儿媳妇呢? 就是就是。 真要严格算, 两个老人临死前是儿媳妇送中, 他们儿子在照顾小三和小三的孩子。 估计儿子平时就特别白眼狼, 两个老人心寒, 才立遗嘱把财产留给儿媳。 关于遗嘱的事, 我们小区的人纷纷作证, 当初婆婆挨雷劈钱, 不断重复把我当亲生女儿看待, 真心对我好, 所以才把财产留给我。 我看完, 感慨世上还是好人多, 中国好邻居, 我的心情越来越好, 顺风菊就是爽, 有老天相助的顺风菊最爽。 如果没有这场人工降雨, 如果婆婆没挨雷劈, 如果公共没摔死, 遗产根本没我什么事。 渣男不会受到任何惩罚, 小三会上位。 我除了赶紧离婚走人, 混个二婚身份外, 不会得到任何好处, 这才是大部分女人最真实的结局。 我只是恰好有老天相助而已。 等安明处理完后是回来, 发现进不了家门后, 拼命给我打电话。 我高兴地听了一阵电话铃声, 才慢腾腾地接通, 怎么了? 开门? 不开? 你开不开? 不开, 现在这可是我的房子。 说完, 我像她无数次做过的那样, 趴地挂掉电话。 她在给我打时, 我又学她把她拉黑了。 安明在门外无能狂怒, 安明去了林瑶那儿, 如今两人声名狼藉, 处于风口浪尖, 前所未有的团结, 他们并不是省油的邓。 关于遗嘱, 他们一纸诉状将我告上法庭, 要求法庭判决遗嘱无效, 我属于非法侵占他人财产。 非法侵占? 她爸妈亲自列的遗嘱, 亲自去公正处公正, 她妈临死前, 还在小区宣称, 心甘情愿把财产留给儿媳, 人证物证俱在, 她好意思告啊。 也不能这么说, 父母的财产留给独生子, 天经地义, 是传统。 明眼人都能看出来, 男方出轨一个离婚待孩的女人, 女方想离婚, 男方父母不同意, 为了稳住女方财力的遗嘱。 男方父母本意只是为了稳住女方, 实际还是想把财产留给儿子。 咋的? 你怕人家床底下看到了, 一切都是你的想象。 你想象男方父母狠毒无情, 我就不同了, 我想象男方父母非常善良, 知道自己儿子不是好东西, 才把财产留给儿媳。 对啊对啊, 你们这些人怎么能把人家爸妈 想得那么坏呢? 人家爸妈很善良, 愧疚下把财产留给儿媳妇, 这才是事实。 而且, 法律上只认合同, 白纸黑字, 清清楚楚。 男方父母亲自公正地, 亲口宣传地, 法律肯定认可。 他们告我, 我欣欣然和他们打官司。 还没开庭, 安明和林瑶就被群嘲得无法出门。 或许因为影响太大, 我们的案件很快开庭。 官司毫无悬念, 安明和林瑶输得一败涂地。 我赢得很轻松, 很正常。 公婆生前立以主时很清醒, 公正时也很清醒, 就连在小区里宣传时也很清醒。 一切程序都很完备。 安明认为他是独子, 理所应当继承所有财产。 仅靠着这条理由, 他根本不可能打赢官司。 官司输了后, 两人又被嘲笑一通。 我心情特别舒爽, 美美地睡了一觉。 醒来后, 安明又搞事了。 安明宣称, 我为遗产谋杀公婆。 毕竟公婆刚立好遗嘱, 将财产留给我, 忽然就死了。 而且, 两人在同一天出世, 太过巧合。 所以, 他有理由怀疑我谋杀。 这罪名可大了。 事实上, 早就有人在怀疑我谋杀。 刚立完遗嘱, 公婆就死了。 很多人都在想, 会不会是我做的手脚。 然而, 那的确是巧合。 再怎么怀疑, 都是巧合。 有记者跑来采访我, 沈小姐, 对于你老公的指控, 请问你怎么看? 我说, 问心无愧。 记者问, 老人的死亡, 是怎么回事呢? 我说, 婆婆的死亡, 小区里很多人见过。 那天人工降雨, 电闪雷鸣, 狂风大作。 婆婆在小区里和人唠嗑, 她突然就被雷劈了。 小区监控可以观看全过程, 也有人证。 小区里其他人跑过来说, 是呀是呀, 我活了几十年, 第一次亲眼看到有人挨雷劈, 我都吓坏了, 以后打雷千万不能站在树下呀。 记者, 那您公公的死亡, 又是怎么回事呢? 我说, 当时婆婆被雷劈, 我送她去医院了, 根本没和公公接触, 怎么能杀她? 监控显示, 她自己去阳台收衣服, 爬上阳台, 不小心掉下去了, 有监控作证的。 记者, 所以你老公的指控, 都是错误的。 我, 是的, 她不甘心公婆将遗产留给我, 打官司输了后, 又指控我谋杀, 我会反告她, 诬告, 骚扰, 造谣, 重婚。 我罗列了一堆罪名, 不管真的假的, 全嚷嚷出去, 吓死那个渣男。 一番调查, 证据确凿, 我毫无罪过。 安明上蹿下跳, 也没有办法, 他气不过, 于是告了气象局。 告虽城气象局, 谋杀双亲, 网络再度沸腾, 此事前所未闻, 千古奇观, 人类物种的多样性, 可见一般。 气象局的人紧张地出来解释, 人工降雨并不能导致气象灾害, 狂风暴雨和打雷, 都不是人工降雨造成的。 他们拿出证据, 证明他们只是大自然的推手, 并非大自然的制造者。 气象异常, 并不能导致两人的死亡, 他们是自身原因导致的死亡。 简而言之, 公公婆婆纯属倒霉被, 谋杀一案不了了之, 安明没法, 只能掩其息骨。 同时, 我正式向法院提起诉讼离婚。 之前, 我向安明提离婚, 他反悔不同意。 他露出特别没素质的嘴脸, 威胁道, 我不会离婚的, 除非你把财产给我。 否则我绝对不会离, 托死你。 你托死我, 谁怕谁呀? 只要分居一年, 法院就可以判感情破裂离婚。 你和小三的事情已经传遍全天下, 我要离婚, 法院不会祸悉你的。 你托下去, 最痛苦的不会是我, 而是小三。 我不管, 你必须把财产给我。 我录了音, 以后告他威胁。 安明认为, 只要不离婚, 我和他属于夫妻, 那么我继承的遗产, 便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所以打死他都不离婚。 然而, 感情破裂, 还有诉讼离婚一条路可以走。 这也是我当初非要闹大的原因。 诉讼离婚很难, 因为不好判定 感情有没有破裂, 而且现有的体系倾向于 结婚容易离婚难, 不容易叛离。 现在我闹大了, 感情破裂成为铁板钉钉的事实。 在诉讼的时候, 法院就不会驳回。 有厉害的律师主动联系我, 希望替我打官司, 打赢了名利双收。 我愿意配合, 合作共赢。 反观安明那边, 他成为过街老鼠, 人人喊打。 第一次我们因为 遗嘱合法性打官司的时候, 就没有律师肯接他的单, 因为必定会输, 而且舆论完全不占他那边。 现在打离婚官司, 依旧没人接他的单。 他个人财产不多, 没有钱, 请不到厉害律师。 我这边顺利继承公婆的遗产, 著名律师主动帮忙。 诉讼离婚的程序 被大幅精简缩短了。 三个月后, 法院判定我和安明感情破裂, 顺利离婚。 安明在法庭上不甘心地嚎叫, 他继承了我爸妈的财产, 我们是夫妻, 遗产也是夫妻共同财产。 就算离婚, 他也该分一半财产给我。 律师说, 安先生, 非常遗憾, 你爸妈的遗嘱里, 点名了遗产由沈小姐一个人继承。 根据民法典规定, 指定继承的遗产, 在离婚时不会进行夫妻财产分割。 同时, 我得提醒您, 安先生您的财产, 以及您为小三妇的钱, 都得重新进行 夫妻财产分割。 婚姻期间, 安明的收入高于我, 所以他必须再付我一笔钱。 安明呆若目击, 通过法律手段, 安明给林瑶妇的一切钱款, 都被我追了回来, 重新分割。 我不止完整继承了公婆的三套房, 一辆车, 一百万存款, 还分走安明一半身家。 林瑶见安明没钱, 动了离开他的心思, 不过他的名声坏透了, 又带着孩子, 暂时没人接盘, 只能和安明两人挤在小小的出租屋里。 处理完最后事宜, 我走到安明面前, 很有素质地说, 忠心祝你和林瑶幸福。 道圣和夫说过, 人类所有的痛苦, 除了疾病, 都是价值观带来的, 是自寻烦恼。 因此, 我们看待事物要积极, 这样就不会痛苦了。 安明, 我们要积极对待生活。 虽然你没了遗产, 但也失去了一半个人财产啊。 虽然你婚姻没了, 但你可以和一个出轨成瘾的女人在一起, 养一个不知道谁的孩子啊。 安明嘴唇颤抖, 眼中含泪, 应该是听到我的话大彻大悟, 愿意积极看待世界了。 他想说点什么, 电话忽然响起来。 安明接起, 听完后脸色苍白。 我又安慰道, 积极点, 别伤心, 虽然你一无所有了, 但也失去了工作呀。 安明刚刚接到被炒鱿鱼的电话, 他蹲在地上, 伤心大哭。 我拎着包包转身离开, 神清气爽。 后来, 安明失业后, 拼命找工作, 但名声太差, 一直找不到。 林瑶吃不了贫困的苦, 找到接盘侠, 赶紧扔下他跑路。 安明气疯了, 觉得自己是为了林瑶才变成这样, 林瑶却抛弃他。 压力极大的他, 情绪很不稳定。 林瑶的离开让他彻底崩溃。 某日, 他又去找林瑶, 往他脸上泼了硫酸。 看到两人的新闻, 我想, 林瑶那么有素质, 应该不会生气的。 我将两人上的社会新闻截图, 发朋友圈, 前夫和小三的绝美爱情, 走过路过, 不要错过呀。